民眾行車進入器陸下平交道的警鈴 已經叮噹叮噹響起 右方一輛垃圾車竟然還想試圖闖越平交道 緩緩降下的遮斷感 一下兩下橫敲垃圾車車頭 仿佛在教訓這名駕駛 垃圾車駕駛只好打倒退打 慢慢得退路 危險闖越平交道炫告失敗 這起離譜駕車行為 發生在桃園巴德的鐵路平交道 用路人見到鐵道保全 現場管制車輛通行都陸續停下 這名垃圾車駕駛企圖闖越平交道時 也有保全在場 警方表示若查證署時將會開罰 車可數一萬五千元到九萬元以下罰款 不過環保局表示 該駕駛非單位人員 研判是民間垃圾車 其他鐵道保全表示 也有碰過類似的離譜行徑 平交道前應該要停看廳 保持安全距離 警鈴響起或顯示也要立即停止 槍行闖越十分危險 若不慎卡在鐵道中央 釀成重大事故 可不是被敲車頭三兩下 就能輕鬆帶過 記者劉志展 陳學白 李宗澤 桃園 採訪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請按讚